我们接下来短暂的讲一下因果 什么是因果呢 各位大家也知道 你种什么因果,什么果 你种葡萄下去 你找出来的不会是凤笛 这个大家大家都理解 但是很多人就会在人生中遇到的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有些人会觉得说 老师为什么我事业都没办法成功 我又努力,我也很奋斗 我把时间都花上面 为什么我的事业还不成功 有人说老师我这么爱我老公 我老公为什么还会出轨 我这么照顾我小孩 我小孩为什么还这么叛逆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老婆还是跟人家跑了 为什么我所努力的一切 我也得不到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因为我上辈子所得到的 种种的这个因果 导致我现在有这样的报应 老师我该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去什么 怎么样去超度这些冤情债主 让我这辈子不要再这么辛苦呢 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结果 无论是很好的结果 无论是事业发达的结果 或者是我们现在凄惨潦倒的一个结果 他有这样的结果 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原因 就会造成现在的结果 是个世界在多维的世界里面 他永远是多因成果 举例一个例子来说 今天我们都说过 压死骆驼的作业跟稻草 那是什么 那到底是很严重的事情吗 不 他只是刚好超出他的承受极限 那骆驼就被压死了 那么在压死他之前 如果我们从骆驼身上 抽走了一样的货物 再把这个稻草放下去 请问那骆驼还会不会被压死 不会 所以这个世界 它是一个多因成果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所有的问题 它都不会只有一个原因 会导致我们现在遇到这些问题 它一定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累积起来 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公司的一个生意不好 或是我们事业的失败 绝对不会是因为 我们努不努力这一个结果 那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机运的问题 很多是一些方案的问题 很多是思想的问题 还有很多是行动方面的问题 它多方面的问题 导致这个项目 这个事业 它能不能成功 或者它会失败 我们曾经看过很多很有名的人 比如说 无论是张中萌 他创立台积电 那他有没有在那个时间去做努力 他有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这是一个关键 但是在那之前 张中萌是不是已经在科技业努力了很久 所以他的成功 不是因为他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免税 然后把未来变成台积电 变成在我们的GDP非常大的一个层面 而是他过去的所有的努力 而成就了台积电 那当然鸿海郭台铭也是一样 任何的一个商业成功都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造就他的一个成功 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你要幸福 那么你就多方便去维护你的幸福 你会觉得现在不顺 那我们要多方去想怎么样减低我们不顺的可能 而增加我们成功的一个机会 多因成果 你要一个成果之后 它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因 就像我们种一棵苹果树下去 那它是不是长出来一个苹果树呢 不是 它需要阳光空气水 湿度温度寒气温 那么请问一下 你一件事情真的只能造成一件事情的结果吗 要记得多因成果才是我们面对到的一个世界 我是沈老师 我们下次见